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 人們都希望有個可以防止人們感染的有效疫苗 但現在沒有萬能解藥 而且可能以後也永遠不會有 現在必須通過防衛措施與疾病控制 良好的習慣 公眾的共同努力 才能平息中共肺炎的爆發 目前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在增分奪秒地研發中共病毒疫苗 醫學界發現中共病毒疫情爆發雖然只有半年多的時間 但病毒已經突變出越百種變種 而每種疫苗的開發週期都需要一年左右 所以很多人對疫苗開發並不抱太大希望 目前中共病毒在全球 以至69萬7,414人死亡 確診病例超過1,845萬人 至少1,167萬人被治癒 所在的部位格 有什麼新的抺制 抗菌 病毒 農村 病毒 病毒 呲